レオ聊事件以今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伯伯仁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10點鐘方向的藍方玩家 Hero選擇了伯伯仁 伯伯仁特色是聰明的移動速度特別快 而且他的駱駝弓兵是遊戲裡面 克制馬弓最強的單位 駱駝弓兵除了打馬弓之外 打一半騎兵有小傷害也是非常可怕的單位 伯伯仁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騎兵路線還有用有折扣 到了電用時代用有8折折扣的優勢 城堡時代則是有9折駱駝 其實用起來是非常好用的 伯伯仁他的聰明會移動速度增加之外 船陣也是 伯伯仁算是海陸混合圖 也是一個不錯的文明選擇 他的森鋁科技除了沒有印刷技術 其他該有的都有 所以單純要來對方的招搶的話 還是很好用的 有這個異端協說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四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肥龍 Bibi 他選擇文明是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特色是聰明的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擁有帝王駱駝的升級 而且駱駝的攻擊速度還特別快速 後期的火槍兵可以讓火槍射程高達9點 這個印度火槍 他的步兵路線雖然沒有三級步兵甲 但他也是有劍兵有勢的升級 槍兵路線稍微弱了一些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而且看到現在肥龍上方的黃金 是比較外露一點點的 但還好這邊稍微圍起來的話 應該主金沒有問題 小微的部分也可以稍微圍好 後面可以直接圍死 小微是ok的 但是果子跟石頭可能會遺留在外面 如果想要把這些資源圍好的話 需要大費的經費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 黑羅爾這邊 黑羅爾這邊 黃金跟兩塊金都在後面非常好 但果子在前面 但我覺得應該不成問題 這邊稍微圍出來一點 再圍上去 稍微小圍一下 這邊再圍死 後面再圍好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兩邊的地圖 感覺是相似度很像 都是小圍很好圍 也不稍很好圍 就是稍微能圍 但是大圍來說的話 就要非常多資源了 好現在肥龍是轉出了 更多的村民 那這邊是要打18匹升的樣子喔 ok18匹升風 這也是比較正常的開局方法 好兩邊都是18匹升風劍時代 好這裡四隻村民過來爬個木 好右邊鴕鳥快要吃完 現在黑羅爾還沒有開始圍家 甚至均勻還沒有補下 因為補了雙伐木場的關係 那雙伐木場的工作效率 也已經是比較好的 畢沒有先補 大家趕快補均勻喔 因為待會按馬座時間已經慢了 好這就是下雙伐木場的一個木頭 有點吃緊的問題 好一直到封劍時代 馬就沒有馬上拍 稍微慢了一點點 好升到封劍時代 才點一下織布技術 偷了一個織布 哇這個直接圍起來 絞殺 封劍這邊關美獸 關得非常漂亮 好飛龍 VV這邊是也轉出了馬舟 點下了一級伐木 好這邊開始按這個洛馬 洛馬端一些 兩邊應該是洛馬配槍兵的開局 飛龍這邊是選擇了點下了一級農田 然後把自己的經濟打到最好 好那目前上方是開始圍死 下方沒有打算圍的意思 哇 Hera直接選擇了一個正面大爆圍啊 拉了非常多的聰明開始圍加喔 Hera對於飛龍的打法 並沒有掉我清心 是給予了尊重 直接圍起 為什麼是說給予尊重呢 因為有觀眾說 這個不圍加 是有點小看對手 那如果連 世界冠軍都圍加的話 就代表Vivion 確實有給到Hera一些壓力 並沒有小看對手 所以才選擇了圍加 那我覺得這個說法也算是成立 畢竟要圍加的話 確實要耗費很多資源 但我是覺得圍加通常跟戰術有關係 都圍死的狀況通常是要去偷這個時代 把自己時代偷起來 不交流 然後打寶兵或3TC開龍的一個路線 所以這邊可以預測到 Hera應該是要打駱駝工兵喔 給飛龍這邊最大的壓力 因為打騎兵對決的話 自己的駱駝是沒有攻速加成的優勢的 只有折扣上的優勢而已 但城堡時代的折扣也不是那麼的多 只有這個9折 所以飛龍這邊呢 只能轉出駱駝去壓制伯伯這邊 那如果飛龍轉駱駝壓制的話 伯伯這邊是最好轉駱駝工兵 寶兵單位去反思會更好 所以Hera在封建時代這邊開局的時候 就已經預測到城堡時代自己該轉什麼兵了 所以正以駱駝對撞情況下 自己優勢是比較少的 好 這裡補下了一個採晃第 四隻聰明 開始採事後 果然是要打寶兵 那前期封建時代可能就是這樣子了 應該不會有太多的打鬥了 就是為死就是我要跟你農 沒有要跟你打架的意思 好 在這邊只要農出城堡 對於Hera來說 後面的經濟效益會很好 甚至要進攻也沒問題 但是比較值得注意看的是 打寶兵到底要怎麼打機器配置才會比較好 好 槍兵出來稍微捅一下 但是捅不贏 完蛋 肉麻直接被打掉只剩下一隻 好 北龍開始給牧場沉盾輸出 也補下了跟蹤技術 北龍這邊絕對是要走駱駝 那如果不走駱駝的話 還有路線就是走 古拉姆 寶兵單位 那古拉姆遇到的伯父人的駱駝攻兵 其實有點是有點躺不太住的 畢竟這個駱駝攻兵移動速度快之外 基本傷害也是很高的 走路頭路線的話 會比較容易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只要貼著打 駱駝駝兵也是能稍微反擊回去的 好 這邊一升時代 是選擇了3TC堪龍 居然是先走了3TC 後補城堡的一個流程 當經濟就不會輸給對手 好 Ara這裡也補下了 長化教堂 不是長化教堂 周道院 稍微想一下這邊的 坐駝 好 可以蓋城堡 城堡要蓋這個位置嗎 可以叫他補上面這個位置呢 直接往後補了一下 城堡補了偏裡面的位置 好 這裡拉了3隻寸命過來 但是 飛龍這裡決定要前壓 我組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要按衝車嗎 也是要補頭車嗎 先選擇了頭石車 那這樣Ara的申駝 就會有點壓力了 因為這樣可以讓肉馬跟駱駝 去攻擊建築物 投射在後面去打申駝 給一個策略破牆 好 方便開始在轉出 駱駝弓兵了 3TC開農 現在農田數來到了27片田左右 駱駝弓兵開始慢慢形成 好 看一下這裡 駱駝弓兵現在是7加1 出手的傷害值就是7點了 非常痛 等一下二級射總共是有9點的 一般來說奴兵只有7點傷害 所以說駱駝弓兵的基礎傷害是真的高啊 好 可以看到這邊 直接射這個頭石車隨便射一下 就已經殘血了 現在青頭的遠防喔 是只有6點而已 那駱駝弓兵呢 是有9點喔 這位置射下有3滴血啊 其實很多喔 嗚嗚嗚 這裡有躲 喔 沒有躲的話可能就死穿了 好 黑猶在這邊點一下了 輪軸技術 好 村民要稍微拉打一下 後來這個村民很會直接死去 好 三隻勝率把駱駝弓兵血量拉滿 好 點下了品種 我覺得是打馬弓最重要的科技喔 沒有品種的話馬弓很難成形 一旦難成形之後 駱駝弓兵呢 就很難給到對方壓力了 反觀 只要 黑猶只要能成功讓自己的駱駝弓兵形成的話 這邊 迴龍的壓力就會非常巨大了 追走再射一發 好 這裡弓炮 遠防比較高 有7點 可以投石車還要能扛箭矢 OK 黑猶現在是補下輪走之後 手推車也補下了 二級龍鐵沒有補 你這時候就可以考慮補二級龍鐵喔 現在這時候 第二輪的開始大量的撒龍鐵地方 都要開始第二輪 結果這裡駱駝弓兵怎麼直接上了 還說叫在投車跟生旅 哇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手術嗎 趁敵人不注意的時候衝了出去 OK 駱駝炮開始串燒 駝駝弓兵 貼上 再點一下 再點一下 鎖掉 沒有鎖掉 沒有彈道學 打得有點歪 好 後面趕快補個彈道學 突然意識到沒有彈道學 還是有點糟糕 好 三隻孫女照畫面 繼續幫駱駝弓兵補血 駱駝弓兵殘了 就補個血 沒殘就出去打架 哇 這個打法可能連蒙古都可以適用 所以如果喜歡玩蒙古玩家們 可以參考一下 KERA這一把的流程 還有這個打法是怎麼打 OK 鎖駝在家裡給壓力 然後駱駝出去打獵 收拾這些投車 投車過來 來砸一發也不會砸死 哇 這工程性給到壓力非常少 有給壓力 但不多 好 現在彈道學也不大了 鎖駝弓兵真的好麻煩 好 過來先點奴炮 而不是投車啊 先點投車的話 兩發就可以激活掉一台 好 奴炮 投車 都拿下 好 現在轉出了工程戰象喔 這個工程戰象 遠防非常高 可以看作是這個 衝車喔 但是這個衝車打 東西也是會痛的 基礎傷害有4點 好 現在飛龍開始有點被壓制回去囉 駱駝弓兵慢慢成型 KERA這邊點下了 拇指環 這樣子駱駝弓兵的成型 就大功告成 帝龍時代也可以補下了 肺龍這邊前面器 一直給壓力 但是卻好像越打越虧的感覺 但還好 肺龍這邊有派出第4個城市中心 這樣子 村民處就不會落後於對手 但是神帝龍時代會更慢一點點 好 這一波拉村民過來蓋吧喔 但好像要蓋出事情了 只能蓋這個位置了吧 用這個位置蓋下去的話 也只有高地優勢 不能碰到任何支援點 但該不行了 這一頭駱駝弓兵 開始在Poke 瘋狂換掉駱駝了 結果KERA這邊操作失誤 有點過度深入 但還好 再往回拉一下 去把駱駝弓兵射掉就行 好 是駱駝騎兵 不是駱駝弓兵 兩台頭車過來 直接被點掉 又到這邊駱駝弓兵秀得非常漂亮啊 好 要散掉 駱駝弓兵越來越多 數量沒有減少 哇 已經結殺了29隻的單位了 好 駱駝弓兵有點殘血了 拉回家 繼續用森鋁去補血 好 飛龍這邊也是點下帝龍時代 兩邊村民宿106村 對方117村 KERA這邊的數量還是有所領先的 這邊稍微關起來 哇 駱駝直接被關起來打 完了 全部送光 這就是世界冠軍手術 瞬間關扁獸之術 好 KERA這邊也點下大陸馬 三級色跟化學 肥龍這邊開始轉出了步兵凱撒 想想還是轉個古拉姆 但古拉姆的遠方其實只有3點 要點下金瑞之後才會比較多 這個才說城堡時代 就算只有古拉姆 也是很容易被弱虎物兵給射穿的問題 那我們覺得現在轉來古拉姆 可能也不是太好的辦法 即使PERA已經轉出了大洛馬 大洛馬一登場之後 然後古拉姆的效果可能也會被大打折克 那到底 肥龍到底要怎麼打呢 走馬弓的話又會被 駱駝弓給射掉 走奴兵的話又沒有強奴 哇 這讓 肥龍來說是一大駝駝的事情 那我是覺得現在不用再去想轉手兵了 現在KERA這邊的兵力都是其存單位 只要用帝王駱駝正面輾過去 可能會是最好的選項 但如果要打帝王駱駝的話 需要支持自己的經濟 才是重點 經濟一定要引破對手 用大量駱駝弓兵 A就完事 然後轉出戰毛兵 反擊駱駝弓兵 可能會更好 現在經濟有點差 現在駱駝弓兵已經打破了這個缺口 PERA的駱駝弓兵的船型注入 跟我的駱駝弓兵真的是長得不太一樣 有時候看PERA玩跟VIPER玩 都會覺得我們玩的是存款遊戲嗎 我也是走這個駱駝弓兵直層 跟他的直層 兩邊的情況真的是有點不太一樣啊 好 這邊肉麻直接抓掉大量村民 肥龍這一波直接慘敗 但是家裡的重裝駱駝已經升級好 這裡可以有望可以包掉這一頭駱駝弓兵了嗎 但駱駝弓兵沒有打斷做一代幣 因為後面沒有圍石 肥龍這裡怎麼忽視掉了後方可以圍的機會 哇 要是有圍起來的話 肥龍就有可能把這一頭駱駝弓兵給解決掉 好 駱駝弓已經來到三級馬海 防衛來到四點 但是駱駝弓兵已經點下了精銳 欸 這是精銳 這個是精斷技術 然後點下 精銳升級的話 這樣可以高達12點了 跟蒙古俗技是一樣的 好 古拉姆沒有辦法點下精銳 只能稍微擋一下 現在這個古拉姆出的就很沒有意義了 趕快繼續傳出更多的駱駝就行了 這邊的勝利方程式就是駱駝配戰矛 可能是最好的選項了 那有人說硬度火衝呢 硬度火衝的話 我覺得是不太好的 畢竟單純以射擊方面來說 但射程會贏 但是射擊速度跟血量體質 都是輸給駱駝駝軍兵 甚至也很差這個大駱駝 好 現在駱駝駝駝已經升級到精銳 剛才說我們來到了尖峰 現在已經集火一隻駱駝 可以秒殺一隻了 現在肉麻直接撞到駱駝 直接果然倒閉 哇 進路的駱駝 殺還是非常可怕 這裡又收掉三台巨頭 就跟城堡能夠守住 飛龍這一波駱駝再次守住了 那現在要想辦法把這個經濟再拉起來一點 帝王駱駝趕快成行 好 等一下增兵技術 用這28隻駱駝喔 好 黑龍這邊點下三弓 剩下大駱馬的傷害值 那三弓一好 駱馬砍村民只要四刀 黑龍這邊沒有先升級的三級 鐵兵鎧甲可是也是為了這個 我的駱馬只是為了要去騷擾你的村民 並不是要來扛住你的正面 因為他也知道 如果跟對方的駱駝正面扛的話 可能是撐不到3秒 就可能會倒地了 更不用說10秒了 好 現在駱駝駝兵來到了31隻 那飛龍這邊也可以轉一些裝甲陣下 去吸一些駱駝駝兵的傷害 但是飛龍已經受不了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HERA這一波真的是給的壓力非常十足 30幾隻駱駝駝兵 後方駱馬直接給你一波帶走 你的駱駝駝駝 你的駱駝不往後面去抓大駱馬 的話正面後面就會爆炸 但是你的正面就會駱駝不夠的問題 反正面會守不住 HERA這一波的前後夾弓進攻 壓力給的非常十足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HERA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木頭跟石屋都拿到了 黃金的部分輸了大概1000左右 石頭的話大概輸了大概2300左右的資源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